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我是李诺亚 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公布 全美国50州都出现最早在英国被发现的B117变种病毒病例 美国现在已经有超过15000个感染B117变种病毒的病例 其中佛与达州出现的病例最多 其次是密西根州 另外最早在南非被发现的变种病毒 也出现在华盛顿特区和美国32个州 最早出现在巴西的变种病毒也在美国的25个州出现 专家呼吁大家应该以新病毒来看待变种病毒 因为这些变种病毒的活动力和传染力和原有的新冠病毒不同 美国各地新冠疫情再起年轻人成为主要的感染源 变种病毒肆虐 让还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年轻人成为疫情延续下的最大受害族群 密西根州的住院病患出现许多30岁到40岁之间的患者还有大量的儿童受到感染 密西根州 米尼苏达州 麻州开始有学校 社区爆发集体感染 在弗里达州 18岁到25岁之间的感染案例 以及年龄不到45岁的住院病患人数都明显增加 这场世纪浩劫让许多人萌生提早退休的念头 联邦人口普查局发现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有超过310万名55岁以上的民众计划申领涉安金提早退休 目前美国职场上的年长劳工都是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战后婴儿潮世代 这群资深劳工从2000年以来一直都是美国就业市场上的主力 新冠疫情让经济环境恶化 年长劳工纷纷失业 被迫退出职场 许多人只好提早申请涉安金 维持生计 不过提早退休代表个人和配偶每个月所能领取的福利金跟着缩水 疫情对老年人造成沉重的经济打击和损失 目前纽约市已经有大约30万名年长劳工申请涉安金提早退休 有2成5的退休人口选择离开生活费昂贵的纽约市 费城也有8万5千名年长者计划提早退休 芝加哥也有6万8千人打算提早退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